大家好,我是Vivian,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老中讲新闻,看下这条消息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近日表示 该机构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确认 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化合中心生产的部分批次的类固醇 是目前在多州肆虐的真菌性脑膜炎疫情的病源之一 疾控中心表示,美国目前的真菌性脑膜炎疫情主要由嘴凸气泡菌引起 而实验室证实,新英格兰化合中心生产的一个批次的类固醇 已经受到了这一类真菌的污染 美国目前已经有20人死于真菌性脑膜炎 另有分布在23个州的约1.4万人 注射过新英格兰化合中心生产的受过污染的类固醇 真菌性脑膜炎是由致病菌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后引起的脑膜炎症 其病缓慢,主要症状为低热、头痛、呕吐、情绪淡漠 肌肉反射性痙磷等,如不及时救治 可致患者死亡或永久性脑损伤 再来看这条消息 据外媒报道,英国苏格兰地区一名女子称 她近日在居住地的夜空中发现一系列闪烁光芒的不明飞行物 这些发光的漂浮物在空中出现的时间长达4个小时 据现年50岁的李奇称 当天她半夜突然醒来 发现窗户外出现许多闪闪发亮的物体 似乎有移动的迹象 随后她叫醒家里的其他人 并让女儿的未婚夫将其拍摄下来 画面显示 有多个光团组成的一串亮光在夜空中闪烁 李奇的女儿称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飞机 但是又不可能是飞机 因为这些物体4个小时里一直漂浮在那里 并且没有任何的声响 UFO专家罗宾逊表示 她也对这段视频画面感到困惑 并将对其进行深入的调查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